东奥快在线的各位学生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剩计课堂 我们今天接着要讲的是我们浮盘班的第十二章 货币资金的省计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考性分析 本章属于重要的章节 主要考核主观题 近五年的平均分值三到四分 那去年就考一道简答题 一般来说三五年考一次简答题 有的时候会在我们其他的主观题当中考核一两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章重要的考题劣势 首先第一个是评估货币资金的重大挫暴风险 这一块是一星级的 第二个是库存现金的实行程序 还有银行存款的实行程序 这两个第二个第三个两星级的 那其他货币资金的实行程序 这是一星级的 由于这里面涉及到我们银行存款的实行程序 就容易和我们第三章银行存款的含质内容 结合起来进行考核 下面我们对考点做一个回顾和总结 这里给大家把这个框架图放在这里 由于我们本章主要是讲我们实行程序的 所以光看框架图不太够 我们还是要以文字的形式来做讲解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文字讲解 首先来看第二个考点 货币资金设计的主要业务活动 及重要的内部控制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库存现金管理 注意库存现金管理 像我们社交货币资金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贪污浓用公款的问题 在这一块容易出问题 因此它的内控制显得特别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关注谁来做相应的工作 每月末会计组管指定出难员以外的人员 这要注意啊 一定是出难员以外的人员 对现金要做一个盘点 编制库存现金的盘点表 将盘点的金额和现金日记上的余额进行核对 那看到这里你就要想到 我们在第七章学过预防性控制和检查性控制 那你看这里由出难员以外的人员来做盘点 然后编制我们的盘点表 这是典型的预防性控制 还是检查性控制 我们的这个现金日记账已经记完了 然后月末来对他做一个核对 做一个检查 这是典型的检查性控制 对吧 由于是检查性的控制 相当于我对你做的工作 做一个检查 这样的话一定要指定出难员以外的人来进行盘点 好 这点要注意记住 这块考试的时候容易考到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 银行存款的管理 首先是我们银行账户的管理 企业的银行账户的开令 变更或注销 需要经过财务经理的审核 然后报总经理的审批 那接着我们来看 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那编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这块整体也比较重要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解 每月末会计主管要指定出难员以外的人员 出银行又一次出现了出难员以外的人员 所以对于谁来做的要高度的敏感 由出难员以外的人 核对我们银行存款的日记账 和银行的对账单 然后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是银行存款账面余额和银行对账单要调节相符 如果调节不符查明原因 那么这点和我们前面讲的 现金的盘点是类似的 我们编制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出难员他的一个银行存款的日记账 那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事后的符合和检查 所以一定是由我们出难员以外的人员来进行编制 接着会计主管符合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对需要进行调节的这种事项及时进行处理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票据的管理 那票据的管理呢 每月末会计主管指定出难员以外的人员对空白的票据 为办理收款成对的票据进行盘点 编制银行票据盘点表 并与我们银行票据登记部进行核对 好 这里又一次出现了 有出难员以外的人来做一个盘点 看到了吗 由于这种事后的盘点都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和检查 一定是由其他的人来做 如果是自己来查自己来揪的话 自查自揪很可能根本查不出任何问题来 好 接着我们看会计组管符合库存的票据的盘点表 如果有差异需要查理原因 这是我们票据的管理 接着呢我们来看印章的管理 印章的管理呢 企业的财务专用章由财务经理保管 办理相关业务当中使用的个人名章由出难员进行保管 好 这里要注意哪一个章由谁来保管 财务专用章是财务经理保管 然后我们个人名章是出难员保管 那我们在这里呢 把这几个点都讲完了 我们要特别特别关注的就是 由谁来处理 谁来处理非常的关键 你看这里面都给大家发信号 出难员以外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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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没有发现 我们前面讲了我们的第九章 第十章 还有十一章 对其他的章节 他的业务活动和作用内容都没有讲这么细 由于我们的货币资金非常容易出现舞弊的问题 就是贪务挪用公款 所以对这块内控讲的就比较细 考试的时候对这块比较容易考到 这块一定要关注一下 接着呢 是我们岗位的分工和授权的批准 出难人员不得接任几何 会计担保管 收入支出费用 债权 债务账务的登记工作 这里要特别注意 不能接任 为什么呀 大家想想 我们在以前已经再给大家强调 我们一提到内控 就要记住我们有四个关注点 对吧 职责分离关键就是什么 相邻岗位必分离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是什么 接待纪录币两人 我们出难这块对应的贷方或者借方可能会很多 为啥 因为这次货币资金呀 它可能和很多的这种业务活动都有交集 所以注意 所以注意它不得接任几何 会计单的保管 收入支出费用 这往往有可能是它的借方或者贷方 还有债权债务的登记工作 还有这点一定要注意啊 它不能接任这些 这是一个高品靠点 还有企业不得有一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 这强调 你一定不要一个人办全过程 如果一个人办全过程 就很容易出现贪污挪用公共款的现象 而且像这种贪污挪用公共款的现象 几乎每年都会爆出这种大量的案例 一定一定要注意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考定 货币资金的重大错报风险 那货币资金的这块重大错报风险呢 我们下来要熟读教材第二节 关于这块重大错报风险的相关内容 来应对主观题要多读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考定 货币资金的实际程序 现在呢又涉及到了我们的实际程序 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库存现金的实际程序 对于库存现金有哪些实际程序呢 第一个核对库存现金的日记账 总账金额外币则算 看这是不是像我们原来的实际程序 第一个获取什么什么明细表 对实际上就是那块内容 第二监盘库存现金 注意啊这又出现监盘的词语 那我们在实际上有监盘存过 这里呢有监盘库存现金 第三抽取大额的库存现金的收支 对大额的我们要抽一下 第四检查库存现金 是否在财务报告当中 做出恰当的列报 好 那么我们刚才呢 已经说了这四个程序 这四个程序呢 大部分的实际内容熟足就行了 小量的标多个信号的 一定需要记忆 也就是我在这里呢 都给大家把这层次标出来了 大部分内容多读就可以 万一偶尔考到了 你要会 然后标了多个信号 往往都是高频考点 一定要重点掌握 重点记忆 下面呢我们来过一下 第一核对库存现金日记账 和总账的金额是否相符 检查非记账本位币的 折算汇率 以及折算的金额是否正确 这跟我们原来讲的第一个程序 获取某某名习表是类似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程序 这个程序比较重要了 尖盘 护存现金 注意啊 是两颗新的 我们要重点掌握的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标 对被省单位 现金盘点 实施的尖盘程序 到底是用作控制测试 还是实行程序呢 那么这一块取决于 对分险的评估结果 审计方案 还有实施特定程序的盘断 那这一块呢 和我们原来讲存货监盘是类似的 存货监盘也可以既用于 控测试 也可以用于实施程序 你到底用在哪一块呢 我们综合来做一个职业判断 第二 如果注册会计师 可能基于分险评估的结果 判断无需对现金盘点 实施控测试 仅实施实施程序 也是没问题的 好 我们接着看我们的监盘范围 企业盘点库存现金 通常包括对已经收到 但是未存入银行的现金 零用金 早换金等金盘点 监盘的范围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包括我们被省单位 各个部门经管的所有现金 不过现在呢 我们的总店的支付越来越流行 所以现金也越来越少了 我们接着来看监盘的人员 那盘点库存现金的时间和人员呢 要根据他的情况来 因为我们和监盘存货是类似的 他在盘点的时候 我们要在旁边看 对吧 所以要和他保持一致的 那我们来看 现金出难员和被省单位会计主管 必须参加并由注册会计实际监盘 这里要注意谁要参加 一个是出难员 第二个是会计主管 这是他们单位的两个人 一定要参加 而我们呢 在旁边 监盘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监盘的时间 那监盘的时间这一块呢 一定一定要注意 这一块考试都容易考 查看被省单位制定的 监盘计划 也确定我们监盘的时间 对库存现金的监盘 最好实施突击性的检查 最好是突击性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的这个存货啊 和我们的现金是不一样的 存货数量往往特别的大 可能涉及到多个仓库 然后呢 它的品种可能很多 种类可能很多 整体来说 做我们的存货盘点 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尤其对那种制造业来说 更是如此 它涉及到原材料 再产品 产成品 有可能还有大量移动的存货 有可能还有一些 已经卖出去 但是呢 还没有出库的存货 也就是客户没来拿 控制全已经转移的存货 它会出现各种量的情况 非常的复杂 而这个存货的监盘呢 就像根据被承认单位的具体情况 要提前沟通 提前协调 所以对我们存货监盘 不太容易做到突击性的检查 但是现金不一样 首先现金呢 大家都长得一样 对吧 不像我们存货 有多种多样的 种类 有各种各样的品种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对吧 因为我们现金都长得一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现在呢 我们是一个店的支付 特别流行的年代 所以这个现金的 总的数量也不多 因此 我们的突击性的检查 就成为一种可能 所以对我们现金的 这块的一个监盘 一般都是突击性的检查 来看你的管理水平 究竟如何 好 这块时间呢 最好选择在 我们的上午上班前 和下午下班时 这注意啊 不是下午下班后 注意专业表达 那上午上班前 这现金还没有开始流转 对吧 这时候比较好盘点 而下午下班时呢 他把一天的工作 已经结束了 准备要下班回家了 那我们这时候 来进行盘点的话 也可以对他的工作 整体的一个结果 做一个检查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 如果被审单位的 库存现金 存放部门 有两处或两处以上的 应同时进行盘点 那么 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那保证我们要同时减盘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的监盘的程序 监盘的程序呢 注意有以下几项 第一个 查阅 库存现金日记账 并同时与现金收复凭证 相核对 这是查阅 然后核对 第二 检查被审单位的 现金的实存数 并将监盘的金额 和库存现金 日记账余额定于核对 这里的现金实存数 我们要看一下 然后把这块金额 和它的日记账的余额 要核对 看看有没有差异 如果有差异的话 应要求被审单位查明 看看到底差了多少 为什么会差 必要的时候 要提醒被审单位 做出调整 如果它有错保 如果它有问题要调整 第三 由出卵员盘点 由注册款机师编制 库存现金监盘表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啊 我以前就在学习群里面 看到有同学一直在 那么老师这个 这个存货监盘 到底应该谁盘呀 那出卵员盘 还是会计主管盘 还是我们注册款机师盘 大家想想 一个基本的常识 一定是对方盘 我们做尖盘 对吧 总之不可能是 我们注册款机师来盘点的 我们最多是在旁边看 所以你看 我们准则明确规定的 是出卵员盘点 我们会计主管 在旁边看 配合 然后我们注册款机师呢 是尖盘 第四 在非资产负债表日 进行监盘时 应将监盘的金额 调节至资产负债表日的金额 并对变动的情况实施程序 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这块呢 和我们原来讲 存货监盘是类似的 因为往往我们不可能 可丁可卯的 12月31号的时候 专门去做存货的监盘 对吧 如果1月5号做的 那1月5号到12月31号 这5天变动 你一定要实施 相应的审计程序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把它倒推到12月31号 这块一定要牢记 考试的时候 这块容易考到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尖盘库存现金 要注意个问题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那经常会出现的 就是打白条 借条 未提现的支票 等等这种情况 如果有这种 冲底库存现金的借条 未提现的支票 未做报销的原始凭证 那我们一定要在 我们的尖盘表当中 做注明必要的时候 要提醒备审单位 做出相应的调整 好 在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一个记忆的口诀 大家可以用这个口诀 来进行记忆 那我们 尖盘库存现金讲完了 接着我们要看第三个 大抽查 大额的 库存现金的收支 那么抽查 大额的库存现金收支呢 也是一个常用的程序 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一下 大额的这种库存现金 你这块处理的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来详细的看 查看大额的现金收支 并检查原始凭证是否齐全 原始凭证的内容是否完整 有无授权的批准 还有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是否相符 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还有一点 一定要看它是否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 好 这是我们做的抽查 那么第四个就是检查库存现金 在我们财务报表当中 有没有做出恰当的内报 那这里要注意 库存现金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货币资金项目当中反映 对吧 那我们应当实施上述了审计程序后 确定库存现金的 期末余额是否恰当 进而确定 库存现金是否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当中 恰当披露 因为你看我们的货币资金 其实包括我们的库存现金 还有一大块银行存款呢 对吧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看 那接着呢 我们要给大家把库存现金的 键盘和存货的键盘 做一个比较 而由于这两者都是键盘 而且呢 相对来说都比较容易考到 虽然我们库存现金的键盘 它的考评没有存货键盘那么高 但是它在我们的第十二章当中 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所以呢 我们要把两者稍微比较一下 因为他们有些相同的地方 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通过比较 掌握他们的细微的差异 这样的话 我们对知识点掌握的会比较精准 比较深刻 好 下面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的键盘目标 那键盘的目标呢 咱们的库存现金的键盘 和存货的键盘都一样 既可以用作控测试 又可以用作实行程序 这个观点一定要记一下 不要觉得我们的键盘 就是实行程序 不是的 它有可能是用作控测试 有可能用作实行程序 举个例子 我们在讲我们的这个 存货键盘的时候 说了有四个程序 对吧 评 观 减值 评价 观察 检查和抽盘 如果 我觉得背景单位 它内控 它设计的很好 而且我预期它是运行有效的 我整体评估下来 它分济也比较小 这时候呢 我以控测试为主 我就多做前面两项 评价和观察 那后面两项 我可能就少做一点 而如果 我觉得它分济很大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 一定要做得更扎实 更细致一些 做得一定要更透彻一点 那我们的四个程序当中 我可能就前两个程序 少做一点 后两个多做一点 多检查 多抽 好 所以我既可以用作控测试 也可以用作实际程序 究竟怎么用 你根据这一家单位的实际的情况 然后你要做职业判断 好 这是我们的监盘目标 接着我们看注意的事项 在非资产负载表示 进行监盘的时候 应将监盘的金额或数量 调整至我们的资产负载表示 相应的金额 并对我们的 或者相应的数量 并对我们的变动情况 一定要实施程序 这地方要特别注意 这块无论是我们的存货监盘 还是库存现金的监盘 这个点都特别爱考 千万不要偷懒 你看我们在做存货监盘的时候 我12月23号去盘 那这只能代表12月23号这一天 对不对 大家想 咱们的资产负载表示是什么 是12月的31号呢 那我们是对12月31号的资产负载表示 它的资产的整体的一个状况 发表意见 对不对 所以你对12月23号到31号 这七八天的时间你就不管了吗 不管不合适吧 这点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对它的变动实施审理程序 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的 第二个要关注的细节在哪 在变动两个字 这个变动 咱们准则就说了变动 有没有说是大变动要管 小变动你就不管了 注意 没有 凡是变动 不管大小 哪怕你变了一分钱 对不起都得管 这个细节要注意啊 考试的时候在这里 出过文章的哈 也在这里呢 给大家挖一些陷阱 挖一些坑 一定要注意 无论是大变动 还是小变动 哪怕你就变一分钱 都得实施程序 第二 注册会计师监督盘点 不得代行管理层职责进行盘点 这点要特别注意 在我们存货 键盘当中考过多次 我们在库存现金 键盘当中考的少些 一定不要代行管理层的职责 有同学就说 老师 你就说的不对 我们在15当中 那管理层就要求我们盘 为啥他人数不够呀 那我们的盘怎么行啊 我们也得罪不起啊 你注意啊 一定不要把我们的15 带到考试来 在这个实际的执行当中 可以这么讲 执行的不规范 五花八门的 真的是都有 各样都有 但是我们现在是考试 考试呢 就与我们教材为标准 就与咱们准则为标准 这点一定要记住啊 不要去代行管理层的职责 千万不要去盘点 如果我们在题目当中看到了 我们注册会计师去盘点了 为了什么提高实际效率 为了能够尽快完成 我们的存货接盘 他上去盘点了 都是错的 都是不恰当的啊 这点一定要注意 这块考试都容易考到 那我们接着来看 接盘的范围 对于库存现金的监盘来说 它是所有的现金 要不要区分 要不要考虑什么重要性啊 要不要考虑 它的重大所有危险的评估结果呀 不用 所有现金 为啥 你想现在的单位 有多少现金呀 对不对 有可能十个手指头 都数得过来的 而存货不行 注意存货 它的量很大 而且我们如果是制造业的话 它存货可能多种多样 总类很多 然后风险又很大 然后这个各种事项又特别多 有可能有原材料 有再产品 有产产品 有代管的存货 有委托加工的存货 有七七八八的 所以我们不能像我们的现金 怎么简单粗暴 我们的存货 监盘的时候 是非所有仓库 所有存货 这点要对比啊 那我们怎么来选择 我们监盘的范围呢 注意存货监盘的时候 咱们要看重要性 重大粗暴分析的因素 来选择监盘的范围 如果我们现在有十个仓库 那是不是对十个仓库 都做监盘 不是的 我可能只选择 其中的三个仓库 为什么呢 我选择一号仓库 是因为这个仓库的存货 它占我们整体的存货的 比重很高 你看我们这个仓库的存货的价值 就已经达到了七百万 而我们整体是多少 我们整体才一千五百万 你看它占了快一半了 这样的仓库 我们一定要选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仓库 是四号仓库 一个是五号仓库 为什么选这两个仓库 因为这两个仓库的存货 容易出问题 一个仓库的存货容易丢 然后个头不大 但是呢 容易移动 然后呢 容易丢 所以我把四号仓库选出来 五号仓库呢 它容易出现什么 腐烂了 变质了 然后过失了 成就了 这些问题 所以我 把这个四号和五号仓库选出来 就是因为它们分险很大 因为它们的分险大 我们选出来 做存货监盘 这就是和我们的什么呢 库存现金监盘不一样的地方 存货监盘一定不是选全部 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考虑两个因素 下面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监盘的时间 第一 对我们的库存现金 最好实施是突击性的检查 那我用突击性的检查呢 第一 它的条件是具备的 第二呢 我通过这种方式来看你的管理水平 好 但是对我们的存货呢 没办法突击性的检查 一般来说 都无法突击性检查 为啥 因为存货总类多 数量大 然后呢 考虑因素多 事项比较繁杂 需要协调很多的部门 你看 库存现金量少 简单 就一种种类 对吧 库存现金讲的都一样 那我们的货币资金 咱们的人民币 有别的样子吗 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突击性的检查 然后接着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库存现金监盘的时候 时间最好是上午上班前 下午下班时 这里要特别注意啊 是下午下班时 不是下午下班后 不要觉得 你看上午对下午 然后上班对下班 前对后将对账工整 你注意啊 不是做师啊 我们现在是学专业表达 考试的时候一定要专业表达 如果专业表达不对 这块你是拿不上分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 我们原来在讲 适应程序的时候讲过 如果风险比较大 重大错误分险比较高 那么一般是在期末 或接近期末时 是适应程序 期末或接近期末 不能是期末以后啊 你看看上去都差不多 但是专业表达不一样 而我们的存货金盘 注意应当和费水待遇 实施存货盘定的时间 向协调 一般就是 他们在12月20号盘 我们就12月20号过去尖盘 他们在23号盘点 我们就23号去尖盘 一定要相协调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第三个 注意事项都一样 一定要现场尖盘 由于必须现场尖盘 所以他在20号盘点 那我们20号一定要到 那不能是他在20号盘点 咱们21号分层服务大 然后下了飞机赶过去 然后拿上他的盘点盘的单子 再对一对看看 注意不行啊 一定要现场尖盘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现金如果存放 多个地点怎么办 要同时盘点 如果条件不具备 后盘现金 我们采取分存的措施 铁分条 而我们的存货接盘也同样 同一类存货 一定要同时盘点 如果条件不具备 后盘的存货 要采取分存的措施 那为什么这么规定 其实这点特别简单 对吧 我们要防止它乾坤 大挪移啊 因为是同一类存货 假如我们现在 一号仓库盘来了 二号仓库也有 那如果你不是同时盘点的话 你得想一个问题 有可能 这边盘完 那它那边担心 你发现了 我们二号仓库 有短缺存货的情况 然后赶紧啊 把后门打开 把这种存货拿出来 然后去挪到我们二号仓库 你倒是能看得出来吗 根本看不出来 为啥 它是同一类存货呀 所以一定要同时盘点 保证我们存货盘点的质量 保证我们存货盘点的准确性 这要注意哈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监盘的程序 对我们库存现金来说 它的监盘程序是三个 而对我们的这个存货监盘来说 它的监盘程序是四个 一个是三一个是四 对比一下啊 库存现金的监盘 第一查阅 库存现金日记账 和我们现金收付的凭证上核对 然后第二个检查 被审待于十存数 接着将我们监盘的金额 和现金日记账的余额金核对 如果有差异 要查个原因 如果真的有错 那么要做出调整 第三 由我们的出纳员进行盘点 作所快递是编制 库存现金 监盘表 这里话特别注意啊 不能是作所快递失去盘点 不要带性管理程序 然后出纳员去编制 我们的监盘表 注意不对了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存货监盘 存货监盘呢 我们再给大家强调 四个程序 评价 观察 检查 执行抽盘 这四个程序是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爱考的 去年考了一道客观题啊 就考这四个程序 这样的客观题出来 那是送分的呀 对吧 好 这叫平关键 这四个程序 要记住 那我们刚才呢 把我们库存现金的监盘 和存货监盘 做了一个对比 希望通过对比的方式 来加深大家的记忆 这两个知识点都属于高频考点 当然 库存现金的监盘 它的考评没有太高 但是在咱们12章当中 库存现金的监盘时 相对来说 高频考点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 银行存款的实营程序 银行存款的实营程序 比较多了 我们做一个汇总 第一个降表核对 第二个分析 第三个检查 第四个检查 第五个寒证 第六个其他 哎 同学们 我们来考考大家 我在第九章的时候 就给大家讲过 我们实营程序的底层逻辑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吗 你要是把那个底层逻辑 听懂了 那明白了 知道我们审计怎么做的 知道我们审计是什么样 一个逆向的思维 你看这些程序 根本就没有什么难的了 对吧 你很快就能顺利下来 为啥 你看 第一个是 我们首先拿到的是 他的财务报表 那财务报表呢 我们要和他的总账 和他的明细账 要做一个核对 看有没有错 这就是账表核对 好 账表核对完 基础的数据没错之后 那我们就派我们的侦查兵上 分析程序开始分析 分析了以后呢 就圈挫一些高位的区域 哎 这些是雷区 这些地方有问题 我侦查兵信 把它给找出来了 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公民就开始上了 公民的代表就是检查程序 好 检查程序就开始 啊 你这个地方有分显是吧 你已经看出来了是吧 行 我就来重点了一点点的检查 看看他到底有啥问题 然后我就要来擦拭错报 你看 这时候就用检查 你看这里面就涉及到 检查的银行存款账户 然后检查我们的对账单 有个调节表 这都是检查 接着我还给大家说过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报告项目 能用得上韩正的话 就把韩正用上 然后这里就设置到韩正了 好 韩正用完了以后 我们再做其他的 实际程序 你看 它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下面呢 我们来详细看 首先第一个是账表核对 账表核对呢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 所有实际程序的第一个 对吧 哎 我们获取什么什么 名义表 然后符合家计是否正确 看看它的数据也没问题 如果设置到外面 折算的话 看外面折算也没问题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家是同一个强调 基本上实际程序的 第一步都是这样的 你看了多了 你就会发现 它们内部的规律 就会发现 哎呀 这块内容 其实很好记 不用害怕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 学松科的同学 特别害怕记实际程序 哎呦 说天呐 那个实际程序 一堆一堆的杂技 根本不用那么费劲吗 你把这个底层逻辑 一梳理通了 不是马上就明白了吗 而我也希望 同学们都尽快的进入综合 虽然咱们这个 审计的专业阶段 对我们的实际程序 其实考的不太多 但是综合阶段必考的 因此我把这个底层逻辑 我把这个顺序 都给你好好的梳理过了 希望你能留下印象 等到你综合阶段的时候 能够好好的用上 接着呢 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对 备训单位 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存有疑虑 例如当备训单位 可能存在账外账 或者资金体外循环 那么这是我们要实施 以下的审计程序 注意啊 这块内容 是我们2021年调整的 2021年调整 去年呢 由于我们新增和调整内容 特别的多 导致咱们去年考试的时候 哎呀 有一些内容 没来得及展现呢 没有给他舞台 没给他空间呢 很可能今年还不接着考 所以啊 我们对去年调整或新增 尤其是我们觉得 比较重要的内容 一定要好好看啊 那我们来看 这里是怎么规定的 注册会计师 在我们企业人员的 陪同下 到哪呢 到中国人民银行 或者企业存款的 这种开户行 去查询并答应 以开立银行 结算 账户清单 这个名词 这个资料 一定一定要记住啊 以开立银行 结算账户清单 因为啊 我们在应对其他 完整清的时候 比较费事 我以前一再给大家说 哎呀 我们查我们的 存在发生 是啥 是重点捕捞 我们反向一检查 就查出来 对吧 从我们的账 马上查到原始评证 就查出来了 很简单 但是查完整性 可不容易了 查完整性 我们说了 跳出圈外去检查 那我一旦 跳出圈了以后 我茫然四顾 对吧 我到底应该 从哪查呢 我从哪下手呢 你说我跳出圈 我跳出来了 但是我应该 从哪下手 不太容易 因为完整性 检查的时候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大海捞汁 可能有多个渠道 可能有多种方式 如果是小白 你要没思路的话 你都不知道 从哪下手 但是对我们 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我们有一个 非常简洁 而且非常有效的 一个途径 什么途径 就是去打赢 这个以开利 银行结算账户清单 这是因为 我们金融监管的 相关规定 在这个以开利 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当中 就会把被审单位 所有的银行账户 列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个都跑不掉 所以 哎呀 这个太省事了 由于这块 蛮重要的 所以考试 容易考到 要注意 把这个专业名词 必须记住 叫以开利 银行结算账户清单 接着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观察 银行办事 里面的查询 打印过程 并检查 被审单位 账面记录的银行 人民币 结算账户 是不完整 我们去打印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要被被审单位的人给蒙了 不要我们到了这个现场 然后他自己去打印 他把这个柜台一打 或者他在那个柜员机上去打印 然后过了一会他就拿出来一份 有可能 离猫换太子 被他调包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观察 银行办事员的查询打印 那观察完 以后呢 还要检查 要和我们被审单位 他给我们的账户的信息 账户的资料 做一个核对 看看被审单位给我们提供的 完不完整 有没有遗漏的 好 这里还要特别特别注意点 考试的时候 极爱考 注册款 就是取得非直接使用管理层 提供的银行账户清单 这点要特别特别注意 一定是我们自己取得 不要用他给我们提供的 他给我们提供的 很可能会被调包了 很可能被PS过 这点一定一定要记住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 结合其他的相关细节测试 关注交易相关单据中 被审单位的收付款银行账户 是否包含在 作策会计是已获取的 以开利账户清单内 我们再检查一下 看看完整性有没有问题 对我们的账户来说 这个完整性其实很好检查 因为我们一旦有了他 有了这个法宝 一查就查出来 那么接着第二个是 做实际的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侦查兵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计算银行存款 累计余额的应收利息的收入 分析比较费 使你单位银行存款 应收利息和实际利息的 差异是否恰当 评估利息收入的合理性 检查是否存在 高息资金的猜戒 确认银行存款余额是否存在 利息收入是否已经完整记录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 因为正常来说 咱们的银行存款和利息 应该是一一匹配的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被审单位 我简化处理 因为实际上比资料复杂 它的银行存款可能会 进出进出 不断的流动对吧 我是简化来给大家说明 让大家明白 你看如果它的这个银行存款 我们平均算下来 它的余额是一千万 而按照我们一年期的 一个正常利息 假如说是2% 我简化处理 那么这样一年下来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20万的利息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们一测算 发现它的利息 竟然达到了多少 竟然达到了50万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50万 这个银行的利率 一般是固定的 为什么会出现50万 那很可能 它这个银行存款 有低估的问题 有可能银行存款是不对的 对吧 这个利息是对的 利息的比例是对的 如果银行给我们的话 利息比例是对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注意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这个它是高息的财金 它把这个钱放贷给别人了 所以收到利息比较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看 它的银行存款预约有没有问题 然后利息收入有没有完整基础 有没有我们相关认定的一些风险 那接着第三个是检查银行存款账户的发生额 好 检查银行存款账户的发生额这块呢 也是我们2021年调整及新增内容 由于它是我们去年调整新增内容 我前面也说过 我们去年调整新增内容特别的多 有时候可能考试的时候没有完全 因为有考过来 很可能今年还会考到 所以这块要多看一下 那第一 我们结合银行账户的性质 分析不同账户 发生银行日记账 漏进银行交易的可能性 获取相关账户相关期间的全部银行对账单 第二 利用分析技术 对比银行对账单的收付款流水 和被审单于银行存款日记账的收付款信息 是否一致 我看一下这个流水和这个信息是不是一致的 对我们的银行对账单 和被审单于银行存款日记账 进行双向核对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一定不是单向核对 从我们的日记账查到对账单 从对账单查到日记账 那么这其实在查什么 一个查存在 一个查完整性 因为从我们的对账单查到我们的银行存款日记账 这其实在查完整性的问题 然后从我们的存款日记账去查到对账单 这其实在查存在的问题 对吧 你想 如果我们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上寄了一千万 它是几号寄的 它是12月的12号寄的 诶 我们把对账单翻遍了 压根没有这一笔 说明什么 说明它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虚增虚构的 然后如果我们在银行对账单看到 有一笔510万 好 但是我们看它的日记账压根没这笔账 我们翻遍了没找到 说明什么 说明它有可能漏迹了 完整性的问题 所以一定记住是双向核对 那接着呢 我们注册会计师通常可以考虑 选择以下的银行账户金核对 基本货 余额比较大的账户 发生额较大收入平凡的账户 或者发生额较大 余额较小 零余额或者当期注销的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账户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选择的这些银行账户 它有个什么特点 余额较大 发生额较大 发生额较大 但余额较小 就是相对来说 风险较大 或者比较重要的这个账户 你看基本货它肯定重要呀 对吧 然后其他的 余额比较大也重要呀 发生额较大又频繁 这还是重要对吧 发生额较大 但余额较小 这就比较异常 风险较大 零余额当期注销 这后面几个就是风险较大 那针对我们同一个银行账户 注册款机师 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 实施下列的审计程序 我们来看做什么程序 选定同一个期间 银行存款日记账 银行对账单的发生额和技术 进行总体的核对 做总体核对 接着对我们银行对账单 和被审单位 银行存款日记账记录 进行双向核对 注意这又是在做双向核对 那我们在核对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数据的分析技术 可以选择全部的项目进行核对 核对包括日期金额 借贷方向 收付款单位 栽药等等 那还要特别注意 如果出现了相同金额的一收一付 相同金额的多次转入转出 等大额异常货币资金发生了 注意事出反常必有要 反之逆常一定要高度的重视 一定要格外的关注 那我们要检查银行存款日记账 和相应交易资金划转文件资料 关注它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流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舞弊 有没有可能是洗钱等等 麻烦我们更关注的是舞弊的问题 咱们毕竟不是啥 不是反洗钱机构 好 这样注意一下 那么接着第三 浏览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银行对账单 和被审单位的银行存款账户记录 关注是否存在大额异常资金变动 以及大额红字冲销和调整记录 如果存在需要实施进步的审理程序 那么这两点都强调了 事出反常必有要 凡是有要的地方 咱们绝对不能轻易放过 说你这个妖精很美的 我们要把这个妖精里抓出来 这样注意 好 接着第四个 取得并检查银行对账单和银行存款预约条件表 那么我们的对账单和银行存款预约条件表 从我们第十二章来说 又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考点 和我们刚才讲的 扩存现金的键盘是类似的 这块一定要重点掌握 首先第一个是取得并检查我们银行对账单 那么我们来看 取得被审单位加盖银行印章的银行对账单 我们注册会计是应对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 保持警觉 必要是亲自到银行获取对账单 并对获取的过程保持控制 这点我要再三强调一下 近几年我们 以而再再而三报为的财务造假的案件 基本上银行对账单这块都出现了 或多或少的问题 那么被审单位 他为了能够掩盖他的问题 他就造假银行对账单 他就把一些数据PS一下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对这个真实性一定要保持警觉 必要的是我们亲自去获取 获取的时候一定也一定要保持控制 不要离开咱们的眼皮子 接着我们来看 此外注册会议师还可以观察 被审单位人员登陆并操作网银系统 导出信息的过程 这是典型的与时举进操作网银 然后核对网银界面的真实性 核对网银当中显示下载的信息 和提供给注册会议师对账单中信息的一致性 这要特别注意 这是我们2021年新增的 那这其实是我们现在操作当中比较常规的一种方式了 对吧 用网银 那如果它是用网银来导出信息的话 我们一定要核对网银界面是否真实 然后要核对 它这块的信息和对账单信息是不是一致的 千万不能说 哦来 那个小张你帮我从网银下载一下 好小张 啪啪啪就给我们下载了 然后我们在旁边都不看到 那有可能它给你PS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观察它的整体的操作过程 我们一定要核对它的真实性 不要进了一个钓鱼网站 它事先弄好的网站啊 第二 将获取的银行对账单的余额和银行日记上的余额要求核对 如果有差异 获取银行存款的一个调记表 第三个要注意 我们的被审单与资产负贷代表日的对账单和银行寻真 喊要回喊核对的确认是一致 因为我们的银行存款一般都是要发含证的 所以要把这块和我们的含证作为核对 那么接着我们来取得并检查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这块是21年调整及新增内容 这块内容很重要 那以前年度对我们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也很爱靠 一定要重点关注 那么这里面有四点 第一个检查调节表的加计数是否正确 这是我们第一个程序 首先我们看一下你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然后调节后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和对账单余额是否一致 它这是做一个啥 重新计算的问题对吧 那么第二个要检查调节的事项 我们不能光计算一下数据就完了 做一下加加节点 这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检查它的调节事项 所谓的调节事项就是两边对不平的 对吧 我最后把它调节好了 如果企业的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存在大额或长期的未打账项 作策款地是一定要追查原因 并检查相应的支持文件 判断是否为错报事项 确定是否需要提醒被审单位并调整 好 那么这里要特别注意 如果有种大额的长期未打账项 这是不太正常的 这真是不太正常的 那我们一定要对此保持警觉 要看看你到底什么原因 还有我们一定要看到相应的文件资料 只要注意 如果觉得它这块有问题 我们要对它做调整 也就是如果有错的话 我们作为错报来调整 第三 要关注长期的未打账项 你为什么会未打呀 有可能存在舞弊的问题 也就是贪污挠用公款的问题 才看是否存在挠用资金的事项 第四 特别关注 赢付 起位付 起付 盈位付 支付异常的领款事项 我们对这块要特别注意 你看 赢付 起位付 银行付了我们没付 然后或者我们付了银行没付 而且是支付异常的 那么支付异常 很可能和舞弊又有联系了 不过这块舞弊主要是啥 那请咱资产相关 比如贪污挠用公款 包括没有载民收款人 签字不全等支付事项 确认是否存在舞弊 嗯 这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事项 另外呢提示一下 我们要掌握银行存款 预约调剂表 这边这方法 一千年都是考过的啊 好 这是我们的思想内容 那么这四项内容呢 做一个简化剂 由于这四项内容比较重要 它的简化剂就是两检查 两关注 一检查加剂 二检查它的调节 两关注 一个关注长期未打 一个关注异常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 那我们取得并检查 银行存款预约调节表 不要仅停留在第一个程序 那以前您的考试的时候 我就检查一下 它的加剂表是否正确 好 我就认为它最快做的没问题 错了 一共四个程序呢 你光做一个程序够吗 肯定不够的呀 不能光计算一下就完了 你还太偷懒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的调节事项 对于我们起付 因为付 如果是企业付出去了 银行没付 那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 你付款的原始证证 你的凭证是什么 并检查该项付款 是否在期后的 银行对账单上的一番 千万不要被他给蒙了 他说我付出去了 你看这是我的原始凭证 那由于我们银行没有付 有这种时间性的差异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对账单上到底有没有 如果期后对账单还没有的话 很可能你这个付款 评证压根就是假的 要注意 在检查期后银行对账单时 就我们对账单记载的内容 如支票的鞭炮金额 一定要和他的支票 存根等核对 就一一要对上 如果对不上的话 很可能就是假的 第二 起收盈未收 那么对这一款 我们要检查被审单位 收款入账的原始凭证 他说其实收到了 但是银行没有 那就是对账单上 没有显示对吧 那我们要看你的原始凭证 检查是否在我们的 期后的对账单上 可以反映 如果真的是时间性的差异 那期后对账单肯定是有的 如果期后对账单也没有 你竟然能拿出一个原始凭证 很可能这是你造假的 银行的单选 有同学说 老师这都能造假 怎么不能呢 你要现在爆出来的 财务造假事件 这些都是全套造假的 要注意啊 好 接着是我们 韩正银行存款预告 编制银行 汇总表 检查银行的回函 那么在我们这一块呢 又涉及到我们韩正的内容 不过这块韩正内容呢 和我们第三章 关于韩正内容呢 整体来说 比较相似 所以呢 我们就没必要一一散开 进行讲解 因为我们在第三章 已经详细讲解过 我们要注意 是否要韩正 然后整个过程 一定要保持控制 第三个 如果有差异 如果有不符事项 一定要调查 对不符事项 你千万不能上来 就一锤定义 它就是错报规定 我们要看看 它到底什么原因 什么问题 是不是时间性的差异 是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等等 好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那接着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检查银行存款账户 存款人 是否被审计单位 如果我们的存款人 不是被审计单位 一定要获取 该账户的互组 和被审计单位的书面申明 注意要是两方的申明 在以前年度也考过整体的 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我们的小企业 经常会出现 往往是这个老板 然后和公司的对工作账户 交叉使用 对吧 那如果我们发现 他的银行存款的账户 压根就不是单位的 而是啥 而是我们的个人的 我们一定要获取户组 还有单位两份申明 注意要是两份 不能仅仅只获取一个 被审计单位的申明 户组的申明不拿 是不行的 两份都要 好 确认资产贷代表日 是否需要提醒 被审计单位进行调整 那么接着关注 是否存在质押 冻结等 对变现有限制 或存在境外的款项 因为如果我们存在 质押冻结 我们要在我们报表复杂当中 对此要披露的 我们一定要看 被审计单位 对此有没有做相应的 调整披露 为啥 因为这块 被审计单位 它是不愿意披露的 你想 假如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某一个上市公司 它的货币资金 期末的余额是多少 是9个亿 结果呢 有8.5个亿 全都是冻结的 那让报表使用者一看 哇 你看起来 你的资金蛮多的 9个亿 8.5个亿都冻结了 只有5000万能用的 5000万能够干啥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 报表使用者就可以关注 你们单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的资金 都被冻结 都被限制了 对不对 所以 报表使用者是相当关注的 而我们的管理层 对此也是新制度 所以他会想方设法 隐瞒遗漏 不在我们报表 付诸当中披露 而我们注册管理层 在审计的时候 对此一定要格外的关注 那接着是不符的 这种事项 我们提告重要列明 还有呢 我们要抽查 大额的银行存款 收支的原始凭证 检查我们的 非一页目的的 大额货币的资金转移 然后核对它的进账情况 还有我们检查 银行存款的收支的截止 是否正确 第十一 检查银行存款 在我们报表当中 是否做出恰当列报 这就是我们最后 收口的程序 都是检查它的列报和披露 对吧 那如果企业的银行存款 存在抵押 冻结等使用限制情况 或潜在的回收风险 我们一定要关注 是否恰当的披露 前面已经强调过了 这是我们银行存款 要特别注意的一下 报表选者 非常关注这点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定期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的 适应程序 那首先我们来看 定期存款的 审计程序 这块内容呢 是2021年调整和薪资内容 由于我们2021年 调整薪资内容比较多 对这块内容 还是要关注一下 防止今年再出现 首先我们来看 如果定期存款 在我们银行存款的比较高 或者同时负债比较高 那这是典型的什么 存贷双高 近几年的财务造假的案例 财务爆雷 有好多这种上市公司 都出现这种存贷双高的情况 对此我们一定要注意 询问定期存款 存在的商业理由 并评估它的合理性 只个例子 为神单位 他现在定期存款 有20个亿 你看有这么多的资金 他竟然还去贷款 这正常吗 肯定不正常 对不对 既然有钱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 你干嘛还要付利息 去贷款呢 对吧 你的存款利息是多少呀 贷款利息是多少呀 那银行是什么的 银行就是吃的存贷利差呀 你为什么要给银行 多付这笔钱呢 这是不是反常呀 所以注意啊 对这种情况 一定要关注 他的商业理由 是否是合理的 有没有可能 他的银行存款当中 究竟关于我们的定期存款 第一 有可能是虚增 虚够的 第二 有可能 他这些钱全是受限的 被大股东给占有了 都有可能的 第二 获取定期存款的明细表 检查 是否账面的记录金额一致 存款人是否被审单位 定期存款 是否是被质押 或者限制使用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没有限制使用啊 那么接着 监盘定期存款的凭据 或实地观察 被存单位 登陆网易系统 查询定期存款信息 并将查询的信息 注意节评保存 如果被存单位 在资产负债表日 有大额的定期存款 基于对分险的判断 选择考虑在资产负债表日 实施签盘 而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做一下签盘 那记者 对我们存款 跨越资产负债表 这样的未质押的 定期存款 要检查 开户支持 原件而非 并件 这里要特别注意啊 我们应该检查什么 一定一定要理清楚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对这块很爱考 我们来做一个编析 如果未质押 注意检查的是 开户正式书的原件 如果已质押 检查的是定期存单的 复印件和合同 而错误的说法 是未质押检查 它的原件 注意未质押的时候 它没有原件 是开户正式书给的 一定不要弄错了啊 那检查定期存单的复印件 就更不对了 如果已经质押的话 那么第一 要检查它的定期存单的复印件 还要检查它的合同 如果仅仅是复印件 也是不对的 那么检查开户正式书的 复印件就错了 一定一定注意 这个专业表达 不要搞错啊 那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对这种 跨越期限的 未质押的定期存款 要检查开户正式书原件 而非复印件 以防止被承计单位 提供的复印件 是未质押 或者未提现钱的复印件 特别关注被承计单位 定期存单到期之前 是否存在 先办理质押贷款 提前套现 再用质押贷款所得的货币资金 或套取货币资金需增收入 挪作他用 或从事其他违规业务的情形 在检查的时候 还要认真核对相关的信息 包括存款人 金额期限等 如果有异常 要实施进入的实际程序 好 这是我们第四 接着第五 对经质押的定期存款 一定要检查定期存单的 复印件 这个前面强调过 还要和合同 即便核对 那么接着要函证 定期存款的相关信息 按照要求实施 网证程序 关注银行回函 是否对包括 是否用于担保 或其他使用限制 内的项目信息 给了完整的回复 那么定期存款 你要想到 它毕竟你是银行存款 一定别忘了 网证程序 接着第七是 我们分析利息收入的 一个合理性 这里注意 如果账面的利息 远大于根据定期存款 计算图的硬格利息 很可能表明 被实施单位存在 账外的定期存款 有一部分钱 没告诉我们 第二 如果账面的利息 收入远小于根据定期存款 计算的应得利息 表明被审单位存在 转移利息收入 或者挪用虚构 定期存款的情况 这要注意 如果是远小于的话 有可能是 利息收入少计了 转移挪用了 还有可能是 定期存款虚增虚构了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那接着而是 我们在报告期内 对我们结算的定期存款 资产负代表日后 提取的定期存款 检查核对 相应的对付凭证 银行对账单 或者网银的记录 注意啊 你看这个截转的 我们要检查什么 或者说已经提取的 一定要检查核对的 它的对付凭证 它是不是真的对付了 然后 还有对 银行对账单 还有网银记录 都要一一对上 检查一定要检查到 关键性的单据上 第九 关注 它的受限情况 有没有充分的披露 因为受限这块 报表使用者是极其关注的 我们一定一定 对此也要关注 那接着是我们 保证金存款的检查 保证金这块 考试的时候呢 考的不是太多 但是定期存款 一定要注意关注 好 我们检查 开立银行 成对汇票的协议 或银行的 受信 审批的文件 那 接着 对我们的存储投资款 要跟踪 资金的流向 获取董事会 决议等批准文件 开户资料 授权操作等资料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呢 是检查 互联网支付 留存于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资金 这块内容非常重要 注意 这块呢 我们21年新增了 20年又做了调整 也就是做了相应的补充 由于21年新增 20年又调整 而且它是典型的 一个与时俱进的支持点 所以对这个支持点 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要做到三了解 了解什么呢 了解是否开立 用途使用情况 还有内部控制 第一了解 是否开立了支付宝 微型的第三方支付的账户 如果是的话 获取相关的开户 新资料 这是都做到第一个了解 那么接着第二个了解是 它的用途使用情况 获取第三方支付平台 签订的协议 第二个了解 它到底怎么用呢 它的用途是什么 了解第三方 平台使用流程的内控 咱们刚才讲完了 三了解 那么接着下来看 依涵证 依涵证什么呢 那就很简单了 因为这块还是啥 还是我们的资金呀 所以我们比照银行存款 或银行交易的方式 对第三方平台支付 含证交易 发生额和余额 当然前提是 如果可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那接下来 我们还要做三个程序 哪三个程序 获取明细 验证可靠 和核对检查 下面我们来看 我们在获取第三方支付平台 发生额和余额明细 在验证这些明细信息 可靠性的基础之上 然后将其和账地基础进行核对 对大额的交易 考虑实施进一步的检查程序 这要特别注意 中间这一部分绿色的信息 都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比如我们教材 对此做了一个新增 做了一个 比我们以前年度更加的完善了 对这块内容 一定要重点看 那是典型的一个 与时俱进的指示点 你看第三方支付 对吧 什么微信啊 支付宝 咱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用的特别多 那有一些被评定单位 很可能 他们也会涉及到 这种第三方支付 所以对此 我们要做相应的程序 那你看 在验证这些明细信息 可靠性的基础之上 怎么验证呢 观察被评定单位的人员 登录并操作 相关支付平台 导出信息的过程 咱们在旁边看 看它怎么导出来 那观看不行 我们还要核对界面的真实性 然后核对平台界面 或下载信息 与提供注册会计是明细信息的一致性 哎 大家看 这绿色新增内容 何时有点像呀 和我们前面讲的 网名那块 是不是有点像呀 对吧 所以学会前后元气啊 这就是我们要核对它的可靠性 一定一定要核对 不能拿着被试 单位提供资料直接用啊 这块一定要注意 那么我们来看 这块的程序一共就是 三了解 一含证三程序 三了解是否开律 用途使用的情况 还有内部的控制 三程序 获取明细 验证可考 核对检查 把这块一定要记下来 由于这是我们去年新增 今年又调整 又开始补充完赛的内容 这块非常重要 必须必须掌握 防止今年考检大题 有同学说 老师 你看去年12章已经考过检大题了 按照我们检大题 以前考试的频率 可能三五年才考一次 我觉得明年不会考检大题了 那这种可能性有 但是呢 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有可能可能会出多套题目 到时候到底考哪套题 不知道 有可能他会多背几套题 那如果我们等到八月份的时候 到时候考试 有可能他从我们出的题当中 随机会抽两套出来 所以说还是多准备一点好 因此对我们这个12章货币资金的相关知识 尤其对我们21年新增 然后二年又调整 这样的知识一定要重点关注 防止今年再考检大题 好 那我们第12章复盘内容全部讲完了 咱们下节课再见